大家好,我是牛超 今天聊聊 简单生活之后 实践我不再做的事 第一个就是说 不试穿就购买 简单生活之后 你说买衣服会犯错误吗 也会犯错误 像这样的 牛超买了错误的衣服 我的清单都有一大牌 比如说我原来特别喜欢的 一个居家的一个休闲裤 我每次都是买那个马子 那个型号都一样 所以当这个衣服它旧了之后 我很自然的就买了一条新的 一模一样的 结果穿了之后短了 那你说长高了吗 那不可能 那就是这个衣服它改款了 变短了 所以说就算是同样一个品牌 你很熟悉它 你也得最好试穿一下 要不然很有可能 就买了这个衣服回来之后 还是不太会满意 就像一本书一样 有的时候你去试读一下 可能会更加满意 然后尤其是有一本 专门讲那个消费的书 叫顾客为什么会购买 里边他说了一串 很有意思的统计数据 我也是分享出来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说就试穿衣服而言 65%的男性消费者 他试穿衣服之后会购买 女性消费者 25%试穿之后会购买 也就是说 对于女性消费者而言 其实大家如果要试穿一下衣服的话 反而是一个省钱的一个好方法 第二件我不会再做的事情 就是不再当美食家了 原来周末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的兴趣爱好吗 就是喜欢去找美食 大家看看我的身材就能猜得到 比如说看到网上有什么好的餐馆 好的评价 或者流行的美食 都会带家人去尝一尝 有些时候还开车 开很远去找美食 吃的结果呢 也不说觉得特别好吧 最起码自己就是变成了一个 资深吃货 仅此而已 然后有些时候呢 也不是特别幸运 到了周天的下午 就开始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往往周一的时候呢 要么小孩不能去上课 要么自己不能去上班 也耽误了很多事 当然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人家餐馆 你说现在的物流是比较发达吧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吃到的食物呢 可能来自于天南海北 可能自己水土不服了 在家水土不服了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其实说不当美食家呢 意思就是说不乱吃东西 所谓病从口入嘛 乱吃东西之后容易生病 我们不说衣食住行嘛 所以下一个呢 我不再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再老想着搬家了 12年前吧 当时我一直想换一个大房子 12年之后呢 我老想换一个小房子 简单生活嘛 我想比较简单一点 总之呢 就是一直都不满意自己住的房子 老是想着搬家 但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往往呢就是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也没有一处完美的房子嘛 所以有些时候重新想想这些事情之后呢 觉得不要老想着搬家呀 我应该好好想一想 我自己现在家的一些优点是什么 我能不能重新爱上自己的家呢 当我删掉这个 不再老想着搬家这个想法之后 我反而发现了自己现在家的很多很多的优点 当然就说关于住房呢 就每个家庭呢 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求嘛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自己的住房就好了 下一个我不再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不再漫无目的的旅行了 你比如说原来说到这个旅行的时候呢 我老觉得跑得越远越好 远方肯定比近的地方要好玩吧 比如说我原来去过一个地方呢 就是新西兰的红树林 那个地方呢 我当时在明星片上看到吧 觉得很漂亮 于是呢就订了机票 跟家人一起 花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玩 前段时间大概是几个月之前 发现其实这个附近啊 不是太远的地方 也就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 也有一个很类似的红树林存在 所以我当时在想啊 为什么那么傻 要跑那么远的地方 去玩这个地方呢 然后结果也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嘛 所以这就是漫无目的的旅行 你说是吧 就总觉得远的地方比进驻好 不去探索一下自己家周围的地方 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想这个旅行的目的嘛 你说我们旅行是为了什么呢 无非也就是为了放松一下身心 释放一下压力啊 焦虑感啊这些嘛 你只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 你不一定要去远方 近的地方 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大自然 只要能够放松我们的身心 你都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我想通这个之后 就不再漫无目的的去旅行了 下一个我不再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再依赖于某一个品牌 你像我们都会在不管哪个方面啊 我们都有可能会特别喜欢某一个品牌 但如果呢 我过于依赖某一个品牌呢 不一定会特别开心 你比如说我原来特别喜欢的一个家居的用品嘛 这个用品呢 就不管说衣服也好 还是家里的一些用具都挺好 但这个商店呢 它对于我来说啊 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有一点点远 而且在墨尔本这边只有一两家分店 所以每次我要去这个商店呢 都得开车开很远 到了之后 有些时候你想买了这个货吧 还不一定存在 刚好卖完了之类的 所以呢又觉得挺失望的 过于 这其实就是过于依赖某一个品牌了嘛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去的一家超市 我们全家都挺喜欢这家超市的 呃 物美价廉挺好 但是后来呢 听说这家超市 它出了一个手机的这个计划嘛 当然因为我们想到它都是物美价廉嘛 于是就想尝试一下它的手机的这个计划 结果买了之后呢 第一 信号不是特别好 还有就是客户服务 也不怎么样 所以就是不过分的依赖于某一个品牌 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了 下一个 我们说一个好玩的啊 我不再盲目的追剧了 从小到大 我追过了很多很多剧 你呢 估计也一样啊 我们大家都追过很多剧 比如说从小我追过西游记啊 新白电动传奇啊 再稍微大一点 我也看过很多很多剧 当时流行的这些电视剧吧 它也好看 它也好玩啊 它有一点啊 它真的很长很长 尤其是现在电视剧 很多都是50集 甚至100集这种 很长很长 我们老实说 时间都去哪了吗 我很忙啊 之类的 时间都去哪了 我把从小到大 我看过这些电视剧 时间全部加起来 哇 吓一跳 原来时间都夸在追剧上了 你说有些时候 真的很休闲的时候 看一看也无所谓 但关键看电视剧呢 尤其是盲目追剧的时候呢 就是你有些时候停不下来 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到了晚上都11点12点了 可能还想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就继续看下去嘛 所以盲目追剧 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去做了 下一个我不再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求看超级多的书了 其实我一直都会有这种焦虑啊 就是觉得自己看的书不够多 尤其是比如说我看到漫画家蔡子忠嘛 他说他看过书大概有2万到3万本 想想自己看的书太少了啊 当然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我自己要变得更谦虚一点了 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这是好的一面 但不好的一面呢 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焦虑感 就我想啊 我要看更多的书 我想要看超级多的书这种 但你知道这个出版的书每年都有很多很多嘛 就算我们现在不眠不休一直看 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书看完嘛 仔细想想应该是不求看超级多的书 而应该是去追求看好书 看经典的书 这样才对是吧 尤其是后来我读到庄子养生主当中的一句话之后 我不再焦虑了 他这么说 他说五身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亦有牙谁无牙 待亦 这句话其实特别有意思 他就说我们人的生命呢是有限的 但知识是无穷的 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无穷的知识 很危险 下一个我不再做的呢 就是不八卦了 八卦的事你说浅了吧 就他是犯后一个消遣 说生了吧 他人类发展人类简史当中也说 八卦是人类语言的发明的最开始的东西嘛 你说他坏吧 他也坏 他好吧 他的确也不怎么好 尤其是你八卦别人的坏事的时候 人有可能有这个脑电波 还有可能能够接受到你这个脑电波去啊 有这种可能我们不是讲玄学和迷信啊 你比如说一个收音机 他都有可能接触到万里之外的 千里之外的这个电波嘛 更何况是人脑呢 神秘莫测 所以呢有些时候不八卦 也就是说不说别人的坏话 祸从口出就这么回事 下一个呢就是不乱发朋友圈 有人曾经这么说啊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啊 就说朋友圈是老百姓的名利场 尤其是后来自己就真正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嘛 觉得好像啊 发朋友圈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自己的一个自卑语超越 所以借着一个机会 我就不再发朋友圈了 觉得生活好太平啊 简单生活之后 实践我不再做的事情 下一个我不再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再走极端了 很多时候做一件事情呢 特别容易走极端 要么太偏左 要么太偏右 都有可能 这样的错误不是每一句啊 我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 就当我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会特别钻牛角尖 把它钻研得很透 但一般你把这件事情钻研很透很透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会不小心 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做了别的一个偏差 或者说呢 就是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道理的时候呢 我会怎么说呢 太过于肯定 太过自信 我原来特别喜欢说 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的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有这么肯定吗 不太可能 其实换一个角度 可能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本来这个世界就很丰富嘛 我干嘛要过于极端 去有那种偏见呢 所以后来想通了之后就是 世界如此美好 我为什么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其实怎么做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也不难 就是中庸之道 不偏不移 走中间这个道路 往往呢 可能是最好的 就古老的这种东方智慧呢 它真的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当然中庸不等于说平庸啊 而是说不走极端 就这个意思 管理大师唐纳德基奥 曾经写过一部书啊 叫做管理实戒 这书的开篇特别有意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尽管一辈子都在上海臣服 我还是没办法 把成功的真谛 用几句话来说清楚 我能做的事 就是和每个人来 谈谈我的失败的经历 我倒是敢保证 如果你们都重蹈我的负责 那么一定会跌得很惨 刚刚刘涛分享的这十条呢 都是我最近生活当中的 一些错误的总结 都是我原来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说出来呢 只是供大家参考一下 希望大家不重蹈我的负责 你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 OK 牛超爱阅读 生活极又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